还有一个月小辣子就要考试了 一个多月 一个月六月十一号考试 毕业考试 考完试 他就已经不再是小学生的 就会即将步入初中 但是呢 我跟你们说啊 就这一个月 还有一个月的 一个月的时间 他居然又偷偷买了一个新的笔带 给大家看看啊 被子我偷偷买的 给大家看看 这么大一个大容量的笔带 多少钱 十五 便宜倒是很便宜 但是呢 你就还有一个月就毕业的 你为什么非要买个新笔带呢 买个新笔带初中再用 你觉得我会信吗 初中你又要买新笔带的 是的 要是没有买的话 你 我怎么了 你要不要提出一个要求 什么要求 要是如果我没有买新笔带的话 你 给我买个新笔带 这是个什么逻辑啊 他有几层啊 他这 一二三 三十五六 然后这里是一个大肚子 对 这样装着像一个什么 我们朋友说像个文件夹 对啊太大了 确实很大 我觉得还好 刚好给塞了抽屉 像个那小包包了 他没有零带 你这学期买了几个笔带了 你说我听听看 我不知道 你仔细回想一下 一个两个三个 这个学期买了三个 嗯 我记得有个透明的 还有一个开窗的 还有一个这个 不止三个 还有吧 还有一个 呀 你买了四个笔带啊 目前只能找到两个 还有呀 还有一个找不到了 这个是 我这个小师同款的 这个是我给你买的 还有的呢 还有一个被你甩了 没有啊 真被你扔了 你仔细找找 这个东西太多了 真不在这 真被你扔了 到我这都是白宝箱啊 大家看看 哇 又找到一个笔带 哇 我的天哪 朋友们 你们看到了吗 看到了吗 我拿不下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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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受不了了 还有没有 这是我从开始买笔带的时候 就是我之前买笔送的 哦 这是买笔送的 还有没有 没了 那里面呢 那个盒子里面呢 那你又有啥 那个下面一个透明盒子 透明盒子里的装杂物 不是你看 嗯 好好好 相信你 装这些东西 这个是什么几年级买的 就好像是四年级 开始买第一个笔带 反正还还丢了好多笔带 丢了一个才丢的 不止吧 我上次丢了一个 丢了一个 然后就没丢了 这个败家的小孩 之前好喜欢这个笔带的 现在也不用 还有这么多的笔帖子 还在里面吧 这里面还有笔的 打我干什么老师 你这什么要把笔全部清出来呀 这个里面好像也有东西呀 给我拿出来 我只是乔带 还有没有还有没有 空的 空的 这也是我采签 我之前拿这个装采签的 哼 还有哪个里面有没有东西 这个里面有没有东西 没有了 干别的 我已经养不起了 我决定把你送走 拜拜 送到哪里去 送到夏令营 让教官好好管教管教理 哈哈哈哈 好